想念你的胸 黄儿子干吗 想念你的外套 想念你的白色襪子 记录着大姐纪莎莎热舞 唱歌等画面都看得出三姐妹感情 其实以前很好 纪晓君五年前 汉妹妹佳佳开创火星人纪莎莎脸书粉专 分享和大姐的趣味互动 拥有好歌喉的纪莎莎 曾在民歌餐厅助唱过 却没像纪晓君佳佳一样进入歌坛 季晓君1997年进入歌坛 发行第一张专辑 太阳风草原的声音 就夺下十一届金曲最佳新人 以这首《神话》和《流浪记》 最广闻人知 不过发行了两张专辑后 就以通告和商演等等为声 2014年在家张惠妹的亲戚孙婷浩 小妹佳佳则是在2007年 和表舅浩恩以重唱团体浩恩佳佳 拿下十八届金曲最佳演唱组合奖 谢谢我的家人父母 还有支持我们的朋友 我属于你的注定 不属于我的命运 佳佳的歌唱录 从2012年受五月天阿信邀请 加盟相信音乐 流行歌传唱度越来越高 也三度入围金曲最佳女歌手 而季家姐妹的舅舅来头也不少 战事第十一届金曲最佳国语男歌手陈建年 三姐妹都爱唱歌 相处也融洽 去年佳佳生日时 季沙沙还发文祝福 季沙沙生日 季小军也表示 姐生日快乐 你辛苦了 谢谢你 没想到时隔半年 爸爸照样重担 几乎压垮了季沙沙 将家务是摊在阳光下的动作 也让人感叹 酒瓶无孝子 TVBS宣章之前略秦 台北最后报道 网上看新闻 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